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有介绍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观众也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是在台湾之外的观众 其实如果有这样的荣幸的话 我非常开心 也感谢王老师邀请我介绍我的名字 因为我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人 我是阿美族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第一时间的反应 就说这是外国人的名字 但是我都跟大家说 不 这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族语 而且已经是国语 已经是国字 那这个名字用拉丁文就是罗马字写 因为原住民族早年 长久以来我们是没有文字的民族 所以大概在传教室进来台湾之后 那尝试着用我们的语言把圣经写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借用 大量借用了ABCD这些字母 然后用拉丁语的发音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名字 其实是阿美族非常传统的名字 叫做古拉斯 古拉斯 K就发成哥哥哥的音 O就是发成呜的音 所以念成古拉斯 那我们的名字 其实严格说起来 我们是没有姓的 所以我们的名字 以我的族来说 后面是跟着爸爸或妈妈的名 所以ユダカ其实是我爸爸的名 所以古拉斯、ユダカ 它连结起来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人叫古拉斯 而且他是ユダカ那一家的古拉斯 因为同一个部落 其实就跟外国人一样 外国朋友一样 有时候一个部落会有好几个古拉斯 到底是哪一家的古拉斯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说 是这个ユダカ那一家的古拉斯 还是巴内那一家的古拉斯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名字的由来 那至于古拉斯这个名字 那我再多一点时间 因为我最常被问 我先先问先答好了 很多人都说古拉斯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古拉斯其实是一个动词 它是一个去无存经的意思 特别在指挑选玉米的种子 也就是把坏的玉米种挑掉 好的玉米种留下 当你撒在土里面的时候 以免这个比较虚弱的玉米种子 吃掉了share掉了那些营养 所以你丢到这个土里面去 把这个不好的种子挑掉 好让玉米可以长得好 的那个挑掉的动作叫做古拉斯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把坏的抛开 把好的留下来的一个动作 特别指在栽种玉米的时候 因为玉米是我们的主食 是啊 我以为你们家族 就是你的部落是在秀古兰西 花莲比较东南边 秀古兰西 对对对 就是花莲的重谷区 重谷区 因为我们知道花莲有 左边有海岸山脉 然后这个中间 左边有中央山脉 这个中间有一个海岸山脉 就是在重谷区 这个秀古兰西流域的地方 可是我看你书里面 好像你爸爸是一个 捕鱼的专家 他抓很多很多鱼 我以为你们家是吃海鲜长大的 我们家吃鱼 所以阿美族最有名的就是吃各式各样的野菜 我们捡食各样的野菜 有些是你们看起来好像野菜根本是不能吃的菜 其实在我们来说都是人间美味 所以除了野菜之外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吃鱼 在海边的阿美族吃海鱼 在秀古兰西的阿美族这个民族 我们就是捕鱼抓这个西里面的鱼来吃 大量的吃鱼没有错 是 我也特别爱吃阿美族的野菜汤 两个月以前去石梯坪那里 他们有住在阿美族开的民宿 然后他们晚上请我们吃饭 阿美族的一些饭 他做的那个野菜汤也都是各种各样野菜 泡在一起煮 非常好喝 最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野菜 最新鲜的当天采集的全部放在一起 八宝汤 八宝汤 非常好喝 关于你名字的时候 我记得我这个是还在日本的 你好像当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 你的名字好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就是有一个原住民的这种 用这种罗马字的表现方式的话 这个是等于说以后我们 日本媒体其实也很困惑 我们到底该怎么写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文化的 某种意义上是承认多元文化的 比日本走得更早一些 其实日本的话 日本是很保守很刻板的 日本的起名字 必须有规定用常用汉字 就是说 日本国家规定大概一千多个汉字 你起名字必须用在这里面挑 因为汉字有很多种写法 你只要写的不一样就不被允许 然后呢 或者必须姓日本的姓 其实当年很多的 比如说韩国裔台湾的 还有中国的 到日本以后变成日本人 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 他原来的姓是不允许用的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时候 比如说姓张的 就改成姓工长 就给他张开 或者姓张本 像韩国人姓金的多 所以日本的 比如叫金子啊 金本啊 这差不多都是过去 韩国裔过去的 所以说 这个呢 终于在大概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这个可以 这个法律废止 就是你原来姓王 你到日本也还可以继续姓王 这开始 但是说 还是很保守的 就是说 我想这种 日本也有 其实也是个多元文化嘛 其实有很多人 想把自己的名字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 但是在日本法律 还是不可以的 在台湾好像也是 最近十年左右 在改变的吧 其实我们这个语言国语化 也就是正式的 在法律上定义 它是国语 其实是在2016 2017年 我那个时候还是立委 我们通过了这一个法 所以当它成为国语 例如说 这个法律名定 开宗名义 就是说原住民族语 是国家语言 简称国语嘛 那过去我们听到 国语两个字的时候 大概都泛指北京话 那这个 可是我们说 这个是国语 那当然 这个衍生而来的 我们使用它书写的系统 那它当然就称为国字 所以我经常看到 这个例如说 我去看医师 那王老师 或者是石板先生 在台湾有看医师 那看到我的这个健保卡 我看到我的药袋 那通常我进去诊间 那通常我遇到 第一个问题 不是说你哪里不舒服 而是你会不会讲中文 大家都会 会以为我是外国人 那后来我都会解释 其实这是国家语言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罗马字 其实已经是我们的国字 但是因为的确 法律通过的时间 才没几年 所以即便在台湾 也不是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讯息 所以其实 我们已经正在使用 罗马字的人 经常会遇到非常多 生活中的挑战 这个是 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先来谈一下 你这个参选花莲县长的心得 因为你实际上参选了 也就是两个月不到 正式参选 其实一个多月来 被征召了 对 7月17号那天 民进党的全代会 才通过要征召我 对 那正好你又碰到这一阵子 因为裴洛西议长访台 然后中国对台湾做军演 有不光是花莲外海 是一个军演区有飞弹 而且有很多军舰 来到这个花莲外海 所以一下子花莲成了 抗共保台的第一线 对 那你当时自己也在媒体上 有非常多的发言 也对中共的军演做了强烈的谴责 就你观察你平时接触的花莲人民 他们对这次军演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花莲有一个空军基地 坦白说像王老师您刚举例 您到史提平 因为是靠海线在封兵 所以您不会 如果任何人去到那边 不会直接感觉到 但如果你是停留在花莲的北区 您经常 而且是在市区 你会看见战机的演训 而且低空就飞过你的头顶 对 这个其实在花莲人的日常里面 是很常见的 那在平日呢 大概集中在早上八点到九点 你会听见声音 那这个战机的起降 那到了一天 大概会有两次是一个平均 下午三四点也会再有一次 所以花莲人对于这个 旁边就有一个空军基地 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习以为常的 可是在最近呢 因为Pelosi来 那中共对台湾的 这些秀肌肉的动作不断 所以光是在市区 听见这个战机起降的频次 就越高 而且声音非常的大 那在上周吧 我有一个朋友 到花莲来玩 他才一出花莲火车站 马上就听到如雷的战机声 所以他吓一跳 他以为发生什么事 很少到花莲的人 那他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一个异常 很不寻常的现象 所以回到您的问题 说花莲人整体来说 我觉得在这一次 大家都注意到新闻 尤其说战舰是不是已经来到的花莲的外海这件事情 那更不要说今年五月也的确有俄罗斯的战舰 行进花莲的外海 那陆陆续续这一些事件 或者是说这些军事上面的行为 那花莲人慢慢的会有感 那可是整体来说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民不只是花莲人 终究还是相信政府的多 所以当我们的政府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是有所准备 那我们也掌握全局 那台湾的人民 包括花莲的人民 基本上还是愿意按照政府所建议的生活的步调 只要他可以继续抓鱼 只要他可以继续做赏金的生意 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太多 我觉得目前花莲人民 基本上还是情绪很稳定 不过我想在这一次佩洛西来 那中共的军演 的确也让花莲人发现 这个情况有一点不同 对 但是你刚才讲 一般台湾老百姓 确实这次反应不是那么剧烈 也相信政府和国军能够保护大家 不过相对来说 花莲县政府 花莲的现任的县长 许正伟 他似乎对这次军演 虽然离花莲这么近 就在花莲的门口 似乎没有任何的正式的表态 那花莲县政府 从他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做一些操练 有没有准备一些最坏的可能性 就我个人的观察 我并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媒体上 或在我自己的社群 甚至于在公开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那一直要提醒大家的 我希望花莲县政府 或者是说花莲县政府 所属的国民党 这个政党不要把我的这个建议 视为是一种攻击 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的县民 我只是要不断地提醒 因为局势已经不同了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年之间 台湾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 尤其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所带领的政党 以及这个国 那他们对于台湾 不管在言辞上 以及实际的行为上 越来的越激进 那这一些挑衅式的活动 那当然会让台湾处于 一个跟十年前 很不一样的情境里面 那过去这几年 我们的确我们的国家 在东部部署了 更多的军事的投资 那这是一个现况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 东部其实是一个守护 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前线 那就客观的条件来说 那东部它特殊的地形地貌 以及因为这地形地貌 所产生的天后 其实是非常适合 我们的空军 以及空冠的练习 就是的训练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在东部的军事的部署 其实不管在预算方面 在人力方面 都越来的越坚强 这当然背后代表的是 我们已经提高警觉 并且我们知道 东部的海岸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线 那当然国防部 他不会敲锣打鼓地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 但是其实 在中央服务过的我 那再来看看 国际局势的变化 那再来看看 花莲县政府 相对一派轻松的反应 那当然会令人忧心 那大家会说 那这个 包括这个地方的国民党 他们会讲说 这个跟地方政府什么事 这个根本是 中央的国防部的事 你怎么把这些怪罪 给我们的地方政府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完全错误的 因为守护国家安全 绝对是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一定要共同合作 我光是举一个例子 全民国防 一定是全民国防 例如 如果花莲的嘉山基地 它已经配置了 我们的情报的资源 甚至有弹药油库的资源 并且在我们的山区 有非常多的机场 正停靠在现场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尤其在国际局势 尤其是美中台日的关系 的相对紧张 以及紧张情势 升高的情况之下 当然它会变成一个target 花莲的外海 台东的外海 成为一个target的时候 那花莲县的县民 我们光是县境内 有没有足够 并且坚强的 稳定的通讯的系统 网路的系统 交通的系统的接驳 这些都是在县境内 必须要执行的基础建设 以因应不死之需 那这些都不是说 看坏台湾的安全发展 这个完全就是必须 要有坚实的预作准备 那光是看看 在金门马祖两县的县长 那姑且不论政党 因为国家安全是一个 超乎政党的一个议题 那在不同的前线的县市首长 一个首长 当然对他的县政的规划 要有所准备 更何况现在我们的这个热区 已经移动到了台湾的东岸 那我当然认为 花东两县的县长 一定必须提高警觉 尤其是花莲 非常的靠近沃沃 那这个 这一个整个地区的安全 以及经济 以及人民的联系 当然会跟地方政府有关 怎么会没关呢 是 这个石板先生 你也在我们的节目上 多次评论这次军事演习 这个中共的五颗飞弹 飞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在花莲外海 花莲外海的专属经济区 跟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是有重叠的吧 对 我觉得这次 我在日本的节目上 也和一些日本的 就是国防的专家去沟通过 他们觉得这次最大的改变 就是说过去中国的军演 永远是从台湾西边 往东边攻 其实台湾的国军 七十多年以来 一直在 也想象的从西边往东边打 一直在防御攻势做得很好 而且把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 都藏在东边 因为但是说这一次 他们可以用军舰和航空 将来可能有航空母舰 绕到东边去攻 这个是多少年 没有做准备的地方 所以说继金门马祖之后 可能花莲和台东 变成新的前线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比如说金门 就有很多无人机在上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花 就是作为前线的行政地方 有很多的 就是一个提高意识 一个有许多配合 另外一个要显示 坚决抵抗的决心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识 整个台湾的 整个国防的意识 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通过这次演习之后 是 那我们谈谈 就你个人的经历 因为你在总统府工作 两年担任总统府的发言人 同时在这之前 你也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 也担任过民进党的发言人 然后你有在桃园市 又做过圆明局局长 所以你实际上跟郑文燦工作过 跟苏贞昌工作过 跟赖金的院长工作过 跟赖院长也工作过 就你能够个人的观察 相对于苏院长跟蔡总统 跟郑文燦这三个人比起来 他们的领导作风有什么不同 他们当然 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的政治的历练 整个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养成 是非常不同的 苏院长他是一个 非常资深的政治人 他是从基层的选举上来 尤其是在南部的 非常基层草根的一个选区 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再加上他经历过非常多 更不要说他也是 美利岛大省的其中一个辩护律师 我想看尽了 也看过了 看遍了整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 所以他是比较这种 不能说草莽 应该说是这种 比较这种海派的这种性格 他在处理非常多事情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决断 他也有他的主见 也有他的主观 当然这一些决定都是立基于 他过去这数十年的 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养成 郑市长 其实他郑市长没有大我多少岁 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年轻 然后点子非常多的一个创意人 说来好玩 他当时2014年从来没有人预计 他那一年会当选 那一年其实他竟然当选了 那个时候他要组成他的小内阁 光是讲他为什么选上我 这一件事情来说 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他的小内阁希望给人耳目一心的感觉 他自己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 一个市长 所以他希望桃园整个年轻化 所以他就认为说 我们以来可以选一位 因为我是原民局长 所以他希望挑选一位相对年轻 然后是全国的原住民 都认识的一个原住民的人物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是因为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在原民台播新闻 播很久了 播了十年 那我要描述的这个 不是说他的未经思考 或者说他的即兴式的思考 而是他非常的勇敢 那当然我个人的学经历 我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 这是一个前提 那我想他并没有随便的挑选一个人 可是他愿意非常勇敢的 给新人机会 而且我觉得在用人的方面呢 非常的勇敢的 也愿意的给新生代 一个训练的机会 那这个反映的不只是愿意传承 也在于他个人的自信 我想不管任何一个 老练的菜鸟的局长 在他的带领之下 都可以带领这个 让桃园更好 我想这个是他 给他自己的目标 所以在光是他任用我 或选择让我来作为他的 小内阁的成员之一 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就看得到 他是属于比较勇敢创新的 那一个世代 那蔡总统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 那其实跟他讲话 真的有时候 尤其可能因为我是女生吧 那这个他对我 我经常会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非常关心学生的 这样子的老师的口气 教授 对 他其实是一个 我自己感觉他是一个政策控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谈政策的 谈政策 而且非常视节谈得很实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sharp 然后对非常多政策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见的人 只是他的喜怒哀乐不省于色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不知道 他现在是快乐呢 还是高兴呢 这个要揣摩上意有点难 倒不是揣摩上意就是 他有时候会 他就跟这个比较草根 他比如说苏院长这种基层 因为他一定要跟民众拔暖这种 的那种跟人互动的模式不太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各有各 外副总统也不一样 外副总统也不一样 他又是另外一种type 外副总统其实不一样 外副总统大家看他非常的严谨 那其实在这边就讲一些贴身的观察 其实他是一个 他的感情其实非常丰富 大家是看不到那一面 其实我记得在几次拜访一些群众 在一些事件不管是公安的事件 或者是说到山区到偏远的地方 慰问这些在生活中陷入困顿的人 那外副总统对于 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的人的关心跟感动 他的情感是异于言表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容易 例如说他在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这个对方哭 他其实也是会跟着流眼泪 对 他这可能跟他家庭 他的出生有关系 他好像爸爸是矿工人 对 然后妈妈现在还在新北 他妈妈不在了 他妈妈不在 但他是新北人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个人生命经验的养成 会带领他在成为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他制定政策 或者说他与人相处的时候 都会有很不一样的风格 那我当然是非常有幸 我觉得这是我的privilege 可以跟那么多目前台湾顶尖的领导人一起工作 我们当然也希望你能够首先选上花莲县长 花莲县的人口中间超过三分之一是原住民 可是历史上没有原住民的县长 你能不能打破这样的历史的状况 将来你可以当台湾总统 台湾应该是原住民的土地 我们希望能够有原住民的总统 但是这一次你被民进党征召去参显花莲县长 这个是不是一个民进党也希望改善跟原住民关系的一个努力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中间 台湾原住民实际上还是比较偏蓝 比较支持国民党的 我觉得我首先要说 其实民进党会征召我第一个选择的 并不是因为我是原住民 他真的选择的是因为 我是民进党里面仅有也是非常少有的花莲人 我的确是花莲人 是一个在地区性的考量 因为美琴在 美琴其实不是花莲人 但毕竟他在花莲耕耘了十年 虽然最后是败北 但是他在花莲人的记忆里面 留下的几乎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评价 我是可以这样子说 只是毕竟在最后一场选举 这个败北 所以他现在有了新的发展 那当然美琴离开之后 也就2020的立法委员选举之后 在那么蓝的一个地区 到底谁该来选 大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当然第一个一定要是花莲人 所以其实向重我的原因是因为花莲人 倒不是因为我是原住民 但确定是我是花莲人之后 大家开始会做一些主客观条件的平息 例如说学经历方面的平息 再加上他的个人经历方面的平息 例如说我是在做过立委 那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务过 那我也在中央做过政务官 举例来说 那整体条件并不会比现任的县长还更居于弱势 结果刚好竟然他就是原住民 那我觉得他整个思考的脉络跟逻辑是这样 不然如果只是为了原住民而原住民去挑选一个候选人 我想我们还有非常多的candidate可以去参选 我想这个整体 对 因为你也还有行政经验 这个是比较少有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在陶渊市政府服务过 那我在行政院也是这个政务官 那虽然说是发言人 但是我们知道在行政院这个体系 发言人他其实就是一个特任官的政务官 所以其实对于预算以及各部门的资源的分配 尤其是在院长的这个level 去看各个部会跟地方政府的连结 我想在行政院还有总统府的训练 的确在这一次对于我参选花莲县 以及看到花莲县的问题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刚刚好我是原住民 大家当然就会有这个联想 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进一步来看花莲的选举 历年来 其实我们在市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 例如花莲市以及吉安乡 其实并不是 蓝绿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 其实我如果要说五五坡是并不为过的 所以我这一次告诉大家说 我是原住民 但是花莲是一个多民族的兴奋 所以如果在这一次我们可以跨民族 跨政党 跨世代解决共同问题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会是花莲心的出路 所以在这一次我也跟很多原民的朋友 提起这个观点 结果没有想到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观察就是 大家对于我的参选是还蛮正面看待的 那在这个经验呢 在我过去为了公投去宣讲 或是为了辅选总统 为了辅选上一任的县长候选人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看见我的时候 在这一次是相对热情的 那你说原民的身份有没有影响 我猜想还是是有一点影响 因为大家会看见那个长久以来被压迫 被视为不可能的我们自己人 那现在竟然可以有机会出来选 那大家反而会认为说 政党不是一个问题 政党再也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应该要看会做事的人 反而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选民 跟我说他的观点是这样 这个倒是一个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好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民主还是很重要 如果一个现份数十年来 地方自治以来从来不曾政党轮替过 我个人认为那个会是 那不是一个好事 那只会不断地重复再置一些错误的模式 那人民也没有选择的机会 那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在这一次如果有机会翻转 那当然我认为不是对我自己的 个人的任何的credit或者说成绩的建立 我觉得其实是花莲的翻转 其实是台湾民主化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我们来谈一下花莲的事况 我有注意到你最近脸书上也特别关注花莲人口流失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我看了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花莲现在大概32万人左右的人口 31万9000这样的32万人 实际上20年前的时候可能有将近40万人 这个人口是下降还是蛮严重的 当然过去五年基本上在逐年下降也是这样 那如果你当选县长的话 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来吸引大家去花莲投资工作生活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走完全相反的路 发展这个慢活小镇 像凤明那样的被国际认证的一个慢活小镇 这样的话一种移居生活可以吸引发展养老长造产业 吸引台北的人去花莲退休 其实花莲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产业还不够多元化 我必须要说的确很多人在观光餐饮业工作 可是大家知道在花莲观光餐饮业服务的 不管是服务员 坐床的人 煮饭的人 其实他的收入都是相对低的 我们的确有赚钱的饭店业者 联手饭店业者 或是餐饮业者 但是我们依然要看 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不断的诉求 我们的观光产业是一条主要的经济收入 以及联外的交通 因为联外交通是为了把人带进来 对不对 那就是说要有安全回家的路 要花莲联外的交通 目的是要说把人带进来 把人带进来 让我们的产业活络之后 人是不是就回来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基本的期待 那在十几年前也不能说它是错的 但是经过了这十年的实验 我们发现过去十年花莲人口禁移出 我们姑且不论自然死亡或是少子化的这一种 互相一来一往相减产生的人口下跌 而是讲禁移出 也就是它主观 它有意识地把它的户籍牵走 不想再成为花莲人 这种人在过去十年大概有超过一万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当然就要思考 为什么大家想搬走 那一定就是在花莲无法生存 那无法生存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任何经济的收入 以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经济绝对是花莲往前发展 以及把人带回来的关键 好 那经济又不是光说不练 我们这边喊个口号说 经济很好 台湾人要有钱 那我个人认为在花莲 非常实际的做法 就是基础建设长年的匮乏 所以如果我们建构了 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宽品 云端 一些网路的建设 它其实会有助于 艺文 音乐 运动 创意 软体产业的进驻 我们当然不寻求 这个大型的制造业 实际上花莲也不适合非常大型的制造业 那可能石板先生或是汪浩老师去过花莲 就知道它的美不需要让制造业 或是这些大型的工厂来填补 那其实这些小型的以智慧创业的 用人脑来生产来赚钱的产业是非常适合在花莲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网路基础建设 它导致这些产业没有办法在这边进行 因为它光是生活以及联外的沟通 它就不方便 那第二就是也因为没有基础的网路通讯的建设 导致医疗的系统无法有系统的进入这边 那你就是说医疗不足 对 远距的医疗 医疗不足 那尤其在COVID之后 我们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光是远距的这个看诊 以及送药 我们都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交通载具 以及这个人力的不足的问题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谁想要回来住呢 我光是一个这个可能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我可能都找不到这个很好的这个设备 来替大家看诊 或者是说大家会有疑虑 就是我们整个医疗基础建设不够好 在偏远的地区 所以像这一些我认为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网路通讯 再来就是不只是对外的交通 以及相继之间的交通 也就是现境内的大众艺术系统的改善 它绝对也会有助于就学就业就医 以及观光客来到花莲观光之后 它的运输必须要获得改善 那整体的我觉得都要从零开始 因为这些都是过去长久以来被忽略也没有做的 这是真正导致大家都出走的原因 到现在我们还有部分的地区 没有足够的水利电力 我大概三周以前 我到花莲最南端的复礼 那我跟一个老人家见面 跟他相约 结果他来见我的时候 他就打趣 他就打趣的说 自嘲说 古拉斯你不要太靠近我 因为我已经三天没洗澡了 那我说 你为什么三天没洗澡呢 那他就讲说 因为没有水 那我当时非常的意外 我说为什么会没有水 因为他说就是没有水 因为政府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那在山区部落是接简易制来水 那简易制来水一旦遇到气候变迁 然后这个枯水期 他就出现了这个干旱的问题 他说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他说他到另外一个山头去扛水 然后去扛了这个两三回 那这个今天终于可以洗澡 但是你见我的时候 我还没洗澡 很抱歉 我可能很错 你不要太靠近我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七十岁几岁的老人家 没有水可以洗澡 还要自己扛水这件事情 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发生在台湾 可是花莲因为长久以来 缺乏这些基础建设 那这个都是需要中央跟地方 以及地方的首长 发现问题之后 赶快跟中央争取 提出计划 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水平 那我想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如果这些连基本的生活条件 基本的生活满足 都无法被满足 那当然大家都往外跑 大家一定会赶快逃出去 我住在桃园 住在基隆 光是搬到宜兰 我不要跑很远 光是我去台东跟去宜兰 我可能都会生活好过一点 那我觉得这些是最基本的 那一旦这些建设被建立之后 我认为发展多元化的产业 尤其是针对花莲在地的特色 例如运动可以作为一种产业 或者说音乐艺术艺文 以及智慧化的农业 我认为在气候变迁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把花莲这个农业大线 的整个生产的模式 business model upgrade到一个智慧农业 数位农业的阶段 那这个当然要搭配着我们的整个 智慧型的冷链的系统 还有整个加工制造厂 以及这个数位化的这些 这个生产机具的改善 甚至于预测气候可能带来的变迁 可能会减少的物产以及收入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极端气候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变化的时候 花莲必须要因应的 我觉得原住民的风年季 我个人会很有兴趣去参加它 当然必定我们可以 可能因为某种文化的原因 我们不能直接参加 但是作为一个观察 看看这个风年季是怎么办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喝一点野菜汤 我觉得都是 这个很棒 我觉得可以改进 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文化体验的一种 花莲的新的名片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如果有收入的话 我想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其实两位讲的就是观光产业的转型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放弃 或者说要进步了 就是过去一二十年前 那种游览车大批在游客进入花莲 在景点打卡购买这个纪念品的模式 其实已经要可以upgrade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深度旅游 而且是不止只有在明星的景点 花莲非常的狭长 花莲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线 四千多百 四千多平方公里 然后这个海岸线 海岸线有175公里 所以你要知道沿线的部落 渔村客庄 其实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温暖 所以如果我们的交通动线 以及旅游的这个导 这个引导的动线 其实是引导进入这一些更深度 以及更温暖 更有特色在地化特色的地区 那当然花莲的整个观光的这个规模 以及它的整个这个气氛会非常的不同 我们的节目一直不断地邀请花莲县长候选人 徐真卫县长来上我们的节目 但是徐真卫县长一直没有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特意做了一段新闻片 来介绍他的选战的观点 阿联县长徐真卫在夫序立委布昆琪 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主委张一华陪同下 9月1号上午到县选委会 早交相关证件和保证金 完成登记争取连任 被问到后续竞选团队成立的选举日程 徐真卫表示 他以宪政和防疫为优先 宪政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 尤其是现在的B.A.5又上升了 所以我想第一个宪政优先防疫为先 其实每天都这个县务非常的忙碌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 每天还是脚踏实际做好每天的工作 被媒体问到民进党候选人Gunas想邀请辩论 徐真卫还没有正面回应 我想这个宪政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的做 那每一个政策或是每一个工作都是福国立民 都是有益于所有的乡亲的 国民党籍的徐真卫 所以四年前接放丈夫傅昆琪 获得121297票 以71.52%得票率 风光入主献抚 这次争取连任 任内的市政成果就是最强后盾 唯有缩短以及唯有便利的交通 才能让花莲的市农工商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才能让来到花莲的游客 或者是返乡的游子 能够更安全更快速更平安的回到花莲 所以在这里真卫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还是会向中央政府坚持我们要的苏花改的二期 以及花动快速道路 当然还有国道六号的连结完成 苏花改通车以后带来相当多的车潮 人潮进入了花莲 为了有效疏导我们的车流 真卫向中央争取了我们花莲先起的转运站 而这个转运站一共有13个月台 更整合了9家的客运业者来进驻 25条的连外以及我们市区的路线 所以让我们路畅通了 也优化更提升了市区的智慧交通网络 说到就要做到 9月5号花莲转运站 在中央与地方代表多人见证下启动了 花莲转运站全国第一花莲转运站 这是全国首创的空手观光创新服务 未来游客无论搭乘火车或客运抵达花莲后 就把行李交由花莲转运站拖运至合作饭店 透过人与行李分离的双轨并行方式 让旅客空出双手 轻装出游 我想这个花莲的智慧转运站 其实可能是现在全国第一个 整合我们的即时影像 还有整合我们的行李托运 以及整合我们各个支付卡的系统的转运站 然而我想对于我们旅客的友善 还有对于花莲的整个交通 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利 那所以我想欢迎大家可以来花莲看看 能走走 除了花莲转运站 许真伟在交通方面的政绩 还包括这座2019年3月开工 2021年7月完工的建英大桥 建英大桥是凤林镇山心里 与凤林镇市区间的重要联络桥梁 但因结构老旧破损 因此办理改建 经花莲县政府多年争取 获得花东基金及水利署预算补助改建经费 那当然非常感谢这两年来 非常多的工程单位一起来合作 那华林县政府我们的建设处也非常非常的用心 所以在建英大桥 我们得到了国家卓越的金牌奖 也还有施工品质金牌奖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几倍桥 那它本身的造型是用一个比较古朴 适合我们的凤林镇 尤其是它这个几倍的部分 尤其是建英桥是东部 在第一这个第一座的水泥桥 所以事隔多年 我们希望能够重建一个改建一个新的 而且更新的建英大桥 大家的协力之下终于能够完成 而在旁边我们也保留了旧桥 旧桥然后有一些相关于建英大桥的 这个的严格 会在这个整个旧桥的一个断面来呈现 然后结合我们的公园 替花莲民众争取交通正义 落实行的安全 始终是徐真卫的重点证件 而花莲也为了让我们后车的地方 更加的舒适 以及更加的便捷 所以向中央争取了我们400个智慧站牌 更有特色的后车亭 在提升我们的后车环境 也能让及时班次的资讯 给予我们相信 更给予我们的旅客 所以把公共建设的基础把它做好 让大家看到崭新智慧美好的新花莲 不只拼基础公共建设 回篮竹梦尽在花莲 2022年全国中等水少运动会就在花莲举办 赛场是否完善 来自全国各线的选手 我们一定要的就是让比赛的场地能够最好 而且能够更最合国际的标准 回文17年再度主办全中运 本届赛事花莲县以地主之资 囊括18斤20银19铜 总奖牌数累积57面成绩亮眼 得智体群美一样重要 在进入5G时代后 要替花莲学生打造智慧教育环境 108年3月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而智慧教育中心更成为花莲发展AI智慧教育的大中枢 而我们在青师生平台的建制也从去年开始建制 这个平台的建制让老师学会如何用远距来教学 而学生在学习端也运用远距来跟老师如何互动 花莲南北狭场如何让医疗资源分布更平均 同时照顾妇幼和银法族是身为父母官的最大责任 所以在远端远距的医疗以及智慧的医疗结合5G 这也是我们花莲县政府在今年上一个新的启动 我们推动了妇婴三政策 我们更提升到2.0版就是我们的这个复婴七大好礼 这也是全国唯一也是全国第一 照顾银法族的长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我们更有老人的旗舰版的健康检查 那另外呢对于长者啊我们的一箱一长照 花莲我们现在目前有251个据点福气站甚至文件站 就是希望照顾到我们银法的长者 让长者能够跨越家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而我们跟门诺基金会长期也合作成立了我们福具资源中心 现在北中南也都有便民的福具咨询服务 目前花莲人口已跌破32万 创50年来新低 人口外移与严重老化 没有就业机会 该怎么留住年轻人也是一大课题 为了吸引我们花莲的年轻人能够归于返乡 愿意回来发挥创业的服务 我们成立了青年发展中心 更希望透过青年发展中心 将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花莲县推出全国没有的 我们的青年安心成家住宅 荣获了国家卓越建设奖的社会住宅奖 还有金纸奖 花莲是一个地震多余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几个标章是一定要有的 这也是全国唯一有三个认证标章的安心住宅 在今年六月圆建杂志公布 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徐正为第三度拿下五星评价 谈起花莲的好山好水满是骄傲 还要利用天时地利创造出人和 所以定居在花莲其实是一个风扇 也是一个潮流 因为花莲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用 这个这个网系网路来工作 而花莲的环境我想是无可取代的 无可取代 那我们又在推动整个有机旅游 还有有机农业 九合一大选年底登场 市政大打亲民牌的徐正卫 创下一天走访14个部落记录 我们在好心惨或是接触民众的时候 我们对物价的部分 花莲长期由国民党蓝营执政 过去两届县长选举 民进党还一度推不出人选 这届还是两位女性候选人交战 国民党喊话要君子之争 绿营则礼拼翻转 双方各有盛场 选情更趋百悦化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时间也有限 这个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你在中央工作了很多年 那如果当选县长的话 在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协调 特别为地方争取资源方面 有什么前瞻计划 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多的 来让中央可以对花莲 有更大的支持 特别你刚才讲到很多 远住民地区甚至都还没有 自来税的这种状况 对 我觉得其实中央跟地方合作 尤其在统州分配税款 也就是收入 以及预算相对贫瘠的线份 更需要中央跟地方紧密的合作 而不是没来由的制造更多的冲突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县长能不能看见人民真正的痛苦 我觉得这个是问题 我相信花莲县在历年来 也向中央争取了非常多的建设 包括大型场馆的建设 可是像这一种连马桶都没有 连饮用水都没有 洗澡水都没有的地方 一样的 其实如果县长的眼睛够立 心够柔软 够温暖 其实会看到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人民会更有感 所以我觉得除了 我个人认为我的特色或是优势就在于 我了解中央政府的运作 也在地方政府服务过 也曾经是国会议员 成为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的桥梁 我其实看见非常多沟通的问题 可以比现在的花莲县政府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不在于 荣耀某一个县长本人 或者是说这个credit可以给 贡献给某一个任何一个人 而是为花莲献名好 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感谢王老师 谢谢师范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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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